这个蹲厕所的老头太悲催了 莫名其妙就被一颗子弹射穿了胸膛 紧接着裤子都没提就冲出了茅房 无论是自然老死还是被丧尸咬伤 都会立马感染丧尸病毒 丧彪是唯独一个拥有抗体的人 乔治为了救丧彪意外身亡 露西在痛失爱人之后无法释怀 对于小队的行动也不闻不畏 整个小队气氛非常消沉 虽然一路行来没有遇到丧尸 但放眼望去也是满目荒凉 突然皮卡车冒出巨大的烟雾 检查一番后发现是发动机缺水 老白只好将仅剩的水加进了里面 就在众人停下加水之际 黄毛与艾迪骑着摩托车前去探路 然而两人没走多远 便遭遇了无边无际的丧尸潮 在如此庞大的尸群面前 人类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他们只能寻找临时庇护所躲藏 几人休整一番后继续上路 不料前方的岔路却将他们分成了两队 老白等人则在路牌的指引下 来到了一个幸存者的临时营地 没想到这里竟有酒吧这样的奢侈场所 并且还遇到了老白的朋友胡子哥 他有着各种各样的先进武器 为了缓解末日的气氛 他举办了一个射击丧尸的比赛 奖品是一把50口径的兰巴尔狙击步枪 百万看到他仿佛看到了彩虹马力 毕竟这是狙击手们梦寐以求的东西 但参赛人员抢手如零 胡子哥指着不远处擦拭枪支的男人说道 那是阿富汗退伍的职业狙击手 曾在战场上击杀了超过500个敌人 他对于面容稚嫩的百万并不看好 丧彪发现一个醉酒的男人 于是悄悄跟随他来到酒馆外 很快酒鬼就躺在草地上睡着了 这样的天赐良机丧彪肯定不会错过 他不露声色地靠近对方 接着从男人身上摸到了一把车钥匙 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男人突然醒来一把抓住了丧彪 见有人偷自己的爱车 直接用沙包大的拳头招呼 菜鸟丧彪完全不是男人的对手 打斗时丧彪露出了丧尸的咬痕 男人见状被吓得接连后退 你什么呀 丧彪虽然成功偷走了汽车钥匙 可这个笨蛋却找不到汽车 男人醒来后来到酒吧 说自己被一个长得像丧尸的男人咬了 还偷走了他的爱车 男人的同伴听后立马前去找丧彪算账 此时丧彪还在一个近的无脑找车 当他发现麻烦的时候 却直接被一行人死死按住 并掀开了他的衣服 当众人看到丧彪身上的咬痕之后 全部把他当作了丧尸 纷纷举枪想要将丧彪处决 好在及时被老白和马莎发现 两人随即展开了营救行动 这一系列的操作 不仅让上厕所的老头遭了殃 还打死了比赛夺冠的热门选手 就连酒馆的老板也不能幸免 被丧彪咬的男人也中枪身亡 死去的人很快就变成了丧尸 上厕所的老头裤子都没提 就朝着众人扑来 所有人都把枪口对向了丧尸老头 老白趁机拉着丧彪跑路 然后让脚屎棍丧彪老实待在车上 可老白刚走他就下了车 还发现了那个被他咬伤的男人 诡异的是他并没有变成丧尸 丧彪从伤口里掏出一个东西 原来他刚刚在咬男人的时候 把一颗金牙掉在了里面 被误伤的那名选手也发生了变异 其他选手见状纷纷掉转枪头 并请他吃了几十发子弹 周围的吃瓜群众欢呼雀跃 胡子哥宣布比赛继续 随着比赛的难度越来越高 参赛选手被陆续淘汰 决赛阶段只剩下百万和一个女孩 这个女孩把百万迷得神魂颠倒 百万的枪法也得到了女孩的青睐 但两人都对那把枪实在必得 决赛百万四百码开外一枪爆头 没想到女孩更猛 子弹直接从百万的弹道钻了过去 比赛胜负未分 举办方胡子哥不得不进行加赛 也就在这个时候 大量奔跑的丧尸闯过了营地围栏 朝着众人飞奔而来 开着冰激凌车的司机被丧尸围攻 胡子哥表示第一个击中司机的便是冠军 女孩却在这关键时刻犹豫了 百万迅速做出反应 直接一枪结束了男人的痛苦 百万凭借自己精准的枪数 和过硬的心理素质赢得了冠军 此时大批丧尸飞奔而来 没想到胡子哥也是一个高手 此时女孩的父亲被一只丧尸追赶 关键时刻女孩枪里却没有了子弹 好在百万及时出手击毙了丧尸 女孩到谢之后准备与父亲跑路 这时百万却叫住了女孩 并且把得到的奖品送给了他 女孩为了一表谢意 直接给了他一个香吻 这也让这个未经世事的小伙子飘飘欲仙 此时此刻的百万 就算将全部家当都送给他也心甘情愿 与此同时 露西也已经从悲痛中否了出来 决定继续与丧尸对抗到底 曾经英姿萨爽的丧尸杀手又回来了 就在众人准备上车离去的时候 突然一只丧尸朝着百万扑来 抱着他扭起了秧格 由于姿势太过妖娆 露西一时间也无法瞄准 百万本想和女孩来上一个吻信 不料却被老白直接强行拉走 女孩也只好恋恋不舍地赶紧上车逃命 如果不是丧尸突然来袭 两人肯定要深入交流一番 不许多人肯定要深入交流一番